我們的超級愛情顧問 Mr.John Jojie Jojie… Jojie哥 這個交給Jojie哥 這個魚養太多誰知過 今晚我們抓出海王與海后 好不好 我就是最XX的愛情專家 謝謝 Jojie老師 但這個狀態是怎樣 這個所謂的海王海后 此時而來 到底是什麼 一定有的原因 因為 每個人都是他其中一尾 我懂了 就是說這愛情 你的對手就是你的魚 是的 你的漁場管理 這個是不是跟 沙灣捕魚 渣男 這個婦女渣男有相關 剛才憲哥有講到很重要 他不見得是渣男渣女 如果是渣男渣女 他是自己已經有固定的關係 同時還跟人家發展 但是海王海后是 每一個都按奶跟好小好小 開放式的 基本上 手段更高明 對 基本上他也必須是 時間管理大使 那必須的 但是他有沒有出手呢 他有出手 就是每一個看起來 都發生過關係 但是每一個他都不承認關係 好 你已經情情不好的時候 在IG發了一則限時動態 你會用什麼方法 吸引大家的注意 A PO一個漆黑的畫面 寫下一些些悲傷的文字 OK B 開始瘋狂的 開始轉一些搞笑影片 B C 發起投票詢問 有誰有空示範 對 在這裡面其實有一個是 立即可以見到面的選項 就是C 對 有一個是 無關痛癢的選項 有一個是討拍 其實每一項 它再加一兩個字 都可以變成非常非常厲害 海王海后的行為 譬如我先講 怎麼還沒看分出線 我先講 轉發稿 因為其實海王海后 就是要在當下 馬上引起人家的注意 照顧你的情緒 私訊你怎麼啦 還好嗎 要不要出來 所以C這件事情是 完全沒有懸念 沒有懸念 B 很多人都沒有懸 我跟你講 這只要加兩三個字 就會變很恐怖 轉發搞笑影片 然後加一行自己的話叫做 反正也沒有人會看 這超吵 我跟你講這個比漆黑文字還好恐怖 這個 這個什麼 太顏色了 這個頭拍 對 我根本笑不出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這個到底是哪一個 三分五分零分 A的話我們是三分 三分 就是剛剛Jer姐哥說見不到面 但是大家會關注 B的話 如果你轉發搞笑影片就是零分 就沒有事 立刻見得到面的 就像普欣剛剛說 你雖然是心裡面是姐妹會來回你 但說不定會有一些 有痛的男生會回你 異性會來 所以是五分 各位在無意識的狀態下 有選到這個馬上可以見面的 很有可能就是海王海后的 候選高危險群 第二道題目 來 海王海后 慢慢的 所以你們拿五分的出入 你在聊天的時候 會用什麼樣的手段 讓對方提高在船上 續航的意願 代表前面稍微已經有聊過 不然你不可能已經在船上了 對 兩個人都在船上了 A是微小的曖昧話語關心 以及主動的報備 B就是與對方坦誠有暈船對象 並且時常提到 時不時就會一直講 C日情故縱 B這件事情 更是對方直接承認 有暈船的對象 他還提到 我跟你講 我最近很喜歡上一個男的 或女的怎樣 這個就是會造成人家的反感 C 三分的原因 是因為 欲情故縱要回不回 這個在現代人使用手機的禮貌裡面 的確是會讓人家很感冒 欲情故縱要回不回 這個比較像已經是 我就是要跟你交往 我趕快把你抓到手 而不像是所有的人 都來做這件事 有道理 A 為什麼殺傷力最大 微小的曖昧的話語 關心 主動報備 會讓人造成一種狀態 就是 我是不是最特別的 Only one 你的另外一半 發現當初和平分手 那個初戀對象 你們彼此之間在社群上 還偶爾會按讚 留言 然後你現在另外一半 很生氣的要求你 把好友刪除 刪除好友 就是不刪除 B 跟另外一半溝通說 沒有必要這麼絕情 然後嘗試保留初戀 還保留 好 C 避免日後釀成災難 乖乖聽好 立刻刪掉好友 這一題著重的是 海王海后們的 當發生爭吵的時候 跟對方講道理 對方可不可以更生氣 所以你這一段感情就keep住了 對 他現在要當下先止血 安撫 對 就像剛才我們的這個海后 目前的準海后花花講的一樣 我現在刪 我刪一個微信 我還有LINE 刪了LINE 我還有WeChat 刪了WeChat 我還有Twitter 沒什麼大不了的 已經刪... 刪到沒地方可以刪了 沒關係 他們現在已經開始改用賣場 對 在蝦皮賣場 開一個只有你這個買家的賣場 然後兩個人 天啊 有這種 可以 然後在那邊聊天 對 吼爾 都在蝦皮賣場 真的好瞎 1月15下午2點可以出貨嗎 對 天啊 而且他們只賣 他們只賣一種東西 什麼東西 你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Make Love 海后 海后 絕對是海后 大家都知道 他剛剛在那邊 我是現在才剛知道 你少知道 不可以 喂 真的 賣可樂 我現在再跟各位講一下 海王海后最重大的一點 最重要的就是 看起來非常的無辜 對 有無辜 有無辜 交友APP WeChat 針對旗下會員進行渣男 基象問卷調查 請問 下列何者行為 是票選第一名的渣男行為 A 只會說不會做 B 對你生活毫無興趣 C 不給你看手機 D 不接電話 只傳訊息 我的答案是B 因為說真的 其實WeChat 像這種交友APP 它一開始還在交友階段的話 不會走到所謂看手機 或者是一定得要接電話 甚至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只傳訊息 是比較輕鬆的事情 可是在聊天的過程當中 對我的生活毫無興趣 那這個人根本沒有想要 跟我進一步了解的意思 他對 對不管是哪一個 不管是男生對你說 女生對男生 明顯就只是玩玩而已 所以對你生活毫無興趣 就傳達出一件事情 我只想玩 那只會說不會做 那個真的是要到交往之後 那才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B 對你生活毫無興趣 說得還滿清楚 陪審團認同嗎 請投票 愛情大師否定 愛情大師 你為什麼否定 因為這幾個裡面 A B C三件事情 都是有接觸的 第一這件事情 所以它叫WeChat 就是說 它是說對會員進行渣男跡象 所以代表說 這些人在你的生活中 如果有這些行為的時候 A B C都是已經可以看 譬如說你手機要不要給我看 我不給你看 那你每次都跟我說 要幫我做什麼事情 後來都沒做 這都是已經可以見到面的 第一 它是完全把你隔絕在 數位世界之外 連人都沒有碰到的 就是說傳訊息這件事情 它是沒有溫度的 而且每一句話 我要回傳給你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有3600萬個版本 想好怎麼封你的嘴 對 對 所以傳訊息 基本上就是謊言的開始 而且他還不接電話 就代表 因為他有很多電話 不能講你 以前在看 現代人很多人都不接電話 也就是說傳訊息這件事情 在那個渣男的世界裡面 代表你是一個 無聲的角色 你連聲音都沒有 哎唷 很精力 舞蹈也滿精準的 好 正確答案是 好 請 你們是爛陪神團 好帥 有嚇到 這個無珠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他這樣就OK了 四男四女嘛 八個演員每個人通通都脫了 全部脫光 我聽說是在拍攝之前 導演就要求你們全部脫光 然後一起相處是不是 那是哪一個派對 我沒...哪個派對我沒去啊 有這件事嗎 沒有這樣 他們有... 他們有安排表演課 那就是我們在剛認識的時候 就去找羅布蘭老師上課 然後就要... 老師就說叫我們摸對方的身體 我也要去戲 就是在戲中 哪有意思 在戲中有關係人物角色的 就要去摸清楚對方的身體 然後用盡量詳細的字眼 把對方的身體 甚至如果可以找到他的習性的話 從摸可以找到習性 秀菊就把他講出來 怎麼摸 示範一下 來 邱昂 譬如說他在戲裡面是那個 但是他是女的喔 他是女的嘛 好 就是...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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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女人怎麼這麼猛啊 這什麼啊 就真的要捏 捏到有...有手指的掐痕那種感覺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真的啊... 像這樣嗎 這邊我們是比較沒有這麼... 但是其他部分都可以 然後要吻 譬如說我對手戲那個女生 叫王婉飛嘛 那我就吻啊 我就把他的生活的習性講出來 連他自己都嚇到 譬如說他用什麼牌子的 潤膚乳液啊 然後他最後一次跟男朋友 上床什麼時候 你吻上哪裡吻得出來 不是 那個部分不是用吻的 你最後是好像給拔走了吧 沒有... 他是圈那一位好朋友的女朋友 那請問一下他 他上一次的性生活是在... 我剛剛這樣捏應該長久了 真的嗎 對...你孩子這一塊捏就知道 你覺得... 他說的對不對 還算蠻準的 他能說不準嗎 他... 來... 摸他 說說被處罰 棒子拿來的 這真就哪一對部分 不管啦 你摸完... 你摸完要問你... 對... 這個... 好像變模式 真的假的啊 對啊 可以了 好 坐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會問我說 那我八字是什麼 沒有 其實我們就很不問 我很不問了 就不問了 因為之前跳過 他是爽一下 對 摸 很久沒摸 可以吃到五百不連的 我問你 我停機多少天了 你停機多少天 對 不太像啊 你那個屁股不太像是停機的 說是會被處罰的 沒關係啊 我就照我的直覺嘛 真的嗎 對 那個屁股不像是停機很久的屁股 所以說有沒有做的是摸屁股 摸屁股哪 摸屁股哪 摸屁股靠... 就是靠裡面 比較靠裡面那一側 對 就是我們常常上大號的時候 會夾緊的那一側 你們不要這樣摳很難看耶 不是 你大動 你不要這樣摸 你不要這樣摸 就是摸兩邊喔 就摸那一邊 大概都可以 尤其是女孩子 男孩子都還好 尤其是女孩子 真的啊 小翠 因為... 因為我上次就是摸那個... 那個女生嘛 摸完以後就說 我說... 我說你是不是都不太... 你是不是都那個... 不太...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是不是都不太用力 然後他就說哪有 然後臉整個紅起來這樣 就說中了 性學專家喔 我們剛剛看到你有一個 幾乎全裸的這個 那是全裸啊 那你沒有貼啊 這邊怎麼辦 有...那邊就用那個衛生棉 女生用的衛生棉有沒有 然後貼住 兩片這樣貼起來 而且我第一次還貼錯 我直接把背膠貼在那邊 然後後來導演喊 咳 好大家來準備下一場的時候 就聽到廁所有一個人在... 把他撕下來多痛你知道嗎 就我想說 因為我本來以為他們準備交代給我 但那個服裝忘記了 然後我說這衛生棉上有背膠耶 還滿好用的 就... 直接貼上去 就貼上去 我不曉得嘛 正確應該怎樣 正確的應該就是他本來... 你是說女生用還男生用啊 不...就是說我們正確的... 正確貼法就是應該拿來嘛 你背膠也不要撕 就用那個膚色膠帶 把這個範圍擋住就好 另外貼啦 另外再貼 然後還有一個小訣竅就是 膚色膠帶要留一段 差不多這麼長 前面的膚色膠帶 因為有貼橫的 有貼直的嘛 直的部分呢 一定要留一段差不多這麼長的 表示自己貼住 對 就從前面貼 後面把小句話貼住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喔 沒有這個意思 你看看我們三個 多久沒有演床戲 現在床戲進不到這種地步 我演過激情戲 是全身穿好衣服 都沒有什麼 可是我必須講說 在戲裡面所有的激情戲 真的很難有反應 對啊 因為這麼多人 這麼多燈 攝影師什麼的都在旁邊 其實還好啦 大部分是會清場 過一個單身派對 他就是本著這樣的精神的 然後他們想說因為 我們以前去飯店啊 去一些不錯的一些 私人的招待所幹什麼 那其實都是會吵到鄰居的 也不能玩盡興 就算玩完了 你可能附近旁邊 譬如說去唱歌 或去飯店幹嘛 一定都有人看得到你進行出出 我們就找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一個公寮 在五谷一個公寮 鐵皮屋 他就是平常是鐵工廠 然後下了班以後 我們跟他老闆不好意思 這個 我們要照你的場地 沒錯 要辦 我們傳播公司要拍東西這樣 他就把裡面租給我 一個晚上真便宜 他跟我們收三千塊台幣 然後呢 這麼大一個鐵工廠 我們就把它佈置得有點那種 假裝那種裝置時尚的感覺 鐵條隨便插啊弄啊 然後掛一些燈啊什麼的 然後當天晚上呢 我們也就一個長桌子拉開啦 然後就請外面的八天的來啊 然後就社福大家飲料這樣 大家喝得很開心 然後當然我們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會帶女生的朋友來 是 那當然就是那些女生朋友 就是不要太熟的 單身派對 不要找太熟的女生來 會翻臉 好 那大家就玩... 然後玩到後來重頭戲來啦 我們就讓那個主角 就坐在鐵工廠正中央 然後手腳都綁在椅子上 綁好了 說今天晚上 我們一定要讓你開心 百無禁忌 可是 現在的條件是 你一定要手腳都綁好 很開心 好...沒有問題... 很開心...綁好 然後我們就說 歡迎我們今天晚上 你的單身派對禮物 手一拍音樂 我跟你講 我們有看過這麼這麼正點的 秀哥 我跟你講有多正點 湘怡還正點 那很難喔 你沒有可以... 對不對 你可以想像說 像湘怡這樣的女生 然後她身上穿著 衣服的布料夾起來 不超過一條抹布這麼大小 他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樣喔 那接下來還要怎麼辦 那個我跟你講 那新郎看到那個 開心的 他說 他一直嘴巴 一直跟我們講說 哇... 你們對我太好了 你怎麼幫我安排這麼正點的 秀哥 太好了 音樂還在... 那女孩在那邊 在那邊燒手弄滋有沒有 然後還在那邊 哇...很開心這樣 然後結果我們就看他很開心 我說好 那接下來 我們不管 可是我們不能看 這樣也好嘛 那好 不看沒關係 反正我不看到 我比較不會害羞嘛 然後我們就拿那個眼罩 把眼睛蒙起來 就飛機上發那種眼罩 蒙起來 然後很開心 音樂 動... 然後就開始... 燒啊 手在那邊 坦囊取物 哇... 他全來了 胸部碰臉啊 幹什麼的 然後他的感覺 起碼是如此 我們旁邊的人 笑的 因為看到一個男的被女人這樣弄 一定會笑 一定會笑 你好比如說今天童哥坐在那邊 然後有一個女人 一直撐他臉 你不笑才怪 你不笑 你不笑 好 音樂過後 你是敢嗎 敢 敢吧 換 翔宜 還不去換衣服 不是要換啦 是要多啦 音樂一停 動手動動 停了 好 然後我們大家就拍手喔 那個表演真棒喔 然後我就在旁邊說 那我當然是要主持一下嘛 好 我們也謝謝這位showgirl 現在Momo 你可以 那個誰誰誰 你去把她的眼罩拿開 由她的眼罩一拿開 其實從眼罩蓋上去開始 再碰觸她身體那個 就已經不是那個showgirl了 各位 敢不敢 這個節目最後可以取消 我跟你講 那個真的 是我猜她最特別的 而且最有意義 剛才有人講說 女人愛買東西是天性嘛 男人買東西真的是隨性 比天性還可怕 然後女孩子平常100 200 200 200 300 化妝品買買買買買 一定會一直買的 那孩子不買就是不買 可是一買的時候一定就是 買很大經驗的東西 這是我們的優點 是喔 就是果斷啦 對啊 說東西覺得這東西我要 而且有意義 進去人家店裡也不囉嗦 就拿了就走這樣 你們兩個買過最貴的東西是什麼 除了房子跟車子之外嘛 那個手錶 多少錢 對 還有車子 車子啊 我們現在是講收藏 因為車子是代步 車子比較不方便放在衣櫃裡面 真的 因為我跟我有一個共同的興趣 就是收集槍 對 玩具槍 其實我覺得這樣一擺開 這很像八號分機 今天偵破一個什麼 有點像 弄大牆倒彎 張武集團 張武 運用玩具槍去搶劫人家的船 對啊 手錶啊 通常不會講玩具槍 改造槍線 威力強大槍線 一批 一批 來 我們先從手錶 我們先待會兒講 從這邊開始講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詭異的東西 這是什麼 這個 很可愛 這個是真孔攝影機 如果不是真孔 待會兒我們就在觀眾面前 當場把它砸來 我跟你講 這真的是真孔攝影機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那個 沒有快門 沒有焦距 沒有觀景窗 它只有一個 它就是它的 它的鏡頭在這地方 那是正中央 那你拍了有什麼用 正中央它有一個 你知道我們以前小時候 自然科學科有玩過 在紙盒上 兩個紙盒拉長長 中間戳一個小針孔 光線從那邊進來 那個畫面就會在這邊 就這樣倒過來 它是用那個成像的原理 對 折射的原理 在這邊只有一個針孔 所以它拍的時候 要先對著你要拍的東西 好 這邊譬如對你對不對 然後把手先把鏡頭按住 然後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拉板把它拉開 然後手指放開 1 2 3 還要自己讀秒 根據那個光線的大小 讀完以後 讀完以後 它也沒有快門對不對 沒有 讀完以後趕快按回 遮回去 然後把這個板子插回去 這時候就可以放心 把這張相片抽出來 就已經感光了 對…就已經感光了 那這個也是拍立得的一種 它是拍立得的一種 拍出來的東西 其實滿好玩的 來 借我們看一下 拍出來是長什麼樣 它有彩色 有黑白 會像這個樣子 還拍不錯 還不錯耶 對 這個是黑白 還滿有那個電影感的 質感滿好的 對…滿好玩的 請問… 請問那次失敗過幾次之後 才會練這樣子 每次就練這樣子 真的…不容易… 通常大概 你大太陽天的話 大概是半秒鐘 就要蓋回來 可是像這種服內的話 大概要5秒到6秒 我學生的時候高中 我就帶著騎摩托到處跑 到處照女孩子 很好用對不對 很好用 通常照完我一定會說 那我怎麼把相片給你 那時候沒有 E-mail這個玩意兒 也沒有所謂的電子 你的眼神好沉俱喔 我很誠摯啊 OK 單眼皮的男人就有這好處 所以你跟這個相機師 有革命情感 有革命情感 我們知道 您爸爸是屬於帥 算是 流行的那一道 流行的 到現在還是 對啊 精神很好 沒錯 很流行 那我們也看到他以前的照片 很帥耶 跟我爸爸還有我媽媽的照片 我跟你講那個年代 只要戴雷帽 都是帥 你還劈頭啊 對啊 我爸年輕的時候體格很好 他是... 他是那個... 海陸人 經理 九號 禮畢 謝謝 一般是要禮畢以後才能燒喜 直接 好 那你跟父親的感情是怎麼樣 在我... 叛逆的那時候 開始變成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 也跟他就沒有什麼... 隔閡 就變得像朋友一樣 無話不談 有時候像我打電話 他打電話還給我 我說欸 幹嘛 什麼時候吃飯不行啦 工作啦 好 不然晚點去你家聊聊 好好好 我跟他說 你跟誰講話 我就跟我講 哪有人跟爸這樣講話 我們兩個相處模式是這樣子 你是獨子嗎 就一個 那難怪 那我待會兒要好好請教一下 George爸爸 獨子要怎麼管救 對對對 怎麼樣管教 以後才不會像他這樣 喂... 沒有...沒有... 沒有... 我亂講 沒有 我是... 我這樣示範的例子對不對 陳余東 你還是怎麼問 你爸爸有打過你嗎 有 但是不多 對 那打過最慘的一次是 打到怎樣 伯父看起來性格也是滿暴力的 有拿東西打嗎 他... 用什麼 邊轉 拖鞋 拖鞋可以打到救命喔 不是 因為他... 我們平常沒有看他這麼生氣過 難怪你是獨生子 不是 他的多姊是真皮的 沒有 沒有 因為我沒有... 因為很嚴重的一次就是 他說謊 說謊... 那我覺得這個是 你是做壞事還好 說謊就應該要 給他 震撼教育 對 舌頭不能撿 奇怪 奇怪好像父親對說謊是特別... 特別特別的生氣 我記得不是那一次的 那你是哪一個人 那你記得是哪一個人 我記得那一支是在親戚朋友的聚會 就是張家親戚朋友聚會裡面 然後我那天... 我那時候才小學一年級 我在學校學了一個髒話 就是講男生的生殖器官的台語 我就當了大家面就 因為我不太會講台語 我就當了大家面 我就一直講那個 一直講... 那難怪打 對啊 就被他拖到房間裡 你講一次就算了嘛 可是... 對... 我就有點像類似那樣子 邊在收碗筷 嘴裡不知道在那邊念什麼 然後就被他拖到房間裡扁 然後結果扁完了以後 我就... 因為我沒有看他這麼生氣過 所以我怕 真的是不是很痛 我是覺得還好 只是因為看他第一次看他這麼... 嚇到 對 他在這麼多親戚朋友的面前 伯父是用心良苦 當時怕你性下有問題 怎麼會這麼喜歡這個東西 你跟他講另外一個就算了 你講另外一個他就... 那我現在可能還在訂閱 那結果後來他打完以後 他有問我 他說你剛剛講那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我說我不知道 我只是學到聽同學講 我覺得好玩 然後他就說那沒事了 然後他就... 那沒事你就... 那沒事你剛剛把我打成這樣 小時候還要懂那麼多 挫都挫死 打是樹立一種威嚴 是 那你以後教他的時候 他就知道 齒度到這裡 對 站下去就完了 站下去就是 還是一頓毒打 那你不能常打 因為... 你如果一天到晚打的小孩子 將來肯定是不會... 他會有音韻 他會正常 對... 他小時候喜歡玩那個... 啤啤彈 啤啤彈 玩手槍不好吧 身體玩壞了 還很緊張 我出去回來就給他買那個 威力漫強的 他有一天回來 他說他臉色鐵心 他說把我闖禍 他說他把人家的車窗玻璃打破 我說那還好 他說走下去... 下去等他對不對 給他一片子 是 做人應該是要怎麼 還沒講完 他在駕駛座上 到現在還沒洗 好 先生 其實這個東西就可以忍受我們 不是忍受 就是他做錯事會跟你講 誠實 不是說我能負擔得起 負擔不起的問題 那以後我們就不要再講 華盛頓的故事 以後我們就講 對... 對... 你們印象中喔 有沒有爸爸做了什麼比較 感動的事情 或者是爸爸覺得小孩子 做了什麼感動的事情 讓你們有感受的 我碰到第一個 人生一個很大的一個關卡 是我去當兵 我在當兵的時候就是 男生當兵難免嘛 就是心裡都會... 被同袍弄掉 對...被班長會操啊 會累啊幹什麼... 那他那時候給我一樣東西 是我這一輩子... 是我這一輩子收到... 他給...目前為止啦 目前為止 是我收到他給我... 對...對於我來講 是最大的鼓勵 最有powerful的一樣東西 完全是正常 他不信不守得到 這部隊被欺負 爸寄東西給你 可是... 這個是我爸爸這一輩子 給我的第一封信 第一封信 就是我去當兵的時候 他給我這封信 來,George 請念出來當時爸爸寫了什麼 Dear George George還寫錯 從小到現在 從小看到現在 在我眼裡 就永遠是個小孩 天真可愛的小孩 一轉眼 也輪到你要當兵 那誰輪不到 入武受訓 是台灣男孩的成長過程 一年多的兵役 可以讓一個男人更男人 希望你在服役期 能聽命長官身體力行 順利完成兵役 然後時序 已漸入秋天 早晚溫差很大 身體要自己照顧 不要糟糧 糟這個字寫錯 這個禮拜天會去看 並帶點吃的給你 需要什麼傾訴文心 這是我老爸寫給我的第一封信 你知道我收藏的時候 我心裡面好感動 因為 就是我不太 不太容易表達自己情緒的一個人 因為我從小到大就是一個人 什麼事情都自己往心裡吞 真的 我連進去部隊的時候 我也都沒有掉眼淚啊幹什麼 可是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 因為 朋友寄信來看得出來嘛 那他用的就是他公司的那種memo子寫給我 我在當場把信拆開 看到 我才看到第一行 Dear George 從小看到現在這一句話 我就 掛了 我就撇慘 就哭了 對 一千兩年 是願意啊 對 我當時是很難的 就非常感動 第一次感覺到爸爸那種真情 超愛的 現在看到還是 感動發動 會激動發動 會有東西在這邊轉一直轉一直轉 對 對 回憶從 謝謝爸爸 好 好 那現在 反過來問 請問一下 胡子哥 這個小胡子有沒有做什麼感動你的事情 有啊 我有啊 大概有一年他改了一台 在福斯的Golf 改車 OK OK 我一找到陽明山後山去逛車 是 當然是他開了 開得很快 試車 結果經過一個 高一點 對 經過一個前面有一個很漂亮的建築物 是 我一看我說那是什麼 他說安養院啊 我說我這個安養院高漲喔 他說把以後放下去 真的 你應該把他存下去吧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很貴 不是一般人自己的錢 說沒關係啊 我努力賺錢啊 那那時候我聽了真是很受用 雖然不一定要去 但是... 要不然你就多賺一點嘛 讓你爸爸開一間安養院 他要張院長 給人一起住裡面 還可以賺其他老人的錢 對 還可以貼啦 可以賺的錢 一般這樣放 一次大概要放多久 就是放一段歌 通常一個DJ如果說 可以聽得出這個DJ的功力好壞 然後正常的時間是兩個小時 一直這樣不停的放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算好的喔 我們剛... 剛開始菜的時候 有人叫你一頂 就頂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我放過四個小時的喔 就是從... 從十點放到兩點 晚上兩點 那... 那其實... 累的是腿吧 我覺得 腰 如果說那個DJ還高度不... 因為我們要這樣下去對拍嘛 或者說... 夾麥克風 所以基本上 腰啦 這些都會... 不是 你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夾著這樣 為什麼要直接戴好就這樣 因為... 以前的那種耳機啊 就是你一直戴著 第一個看起來很搓 然後很不方便 他這個夾的話 他一放下來 他就可以去做 就把其他唱片拿上來 所以他... DJ用的耳機跟一般的不一樣 他們像他們現在用的這種 他就只有單邊的啊 他就是只有單邊的 所以你要夾要幹嘛都...都可以 對 這個行業其實是年輕人的行業對不對 你們見過年紀最大的DJ是幾歲 四十幾個 國內外 國內 四五十歲 國外的很多DJ都是終身職業 你像Paul肯鳳那些都已經超過三歲以上 那... 以國內來講 我們見過最老的四十幾歲 四五十歲 四五十歲 他從台灣第一代夜店啊 什麼... 雅燕啊 Day and Night Para 99 Para 99 就開始放歌了 哎呀... 我的Partner不就是老DJ烏龜 他在四十歲啊 可是... 烏龜他現在沒有在放歌啦 他不能在放啊 他就是... 他就是那個... 你剛剛講的那種 哎呀...我來放一下 哈哈哈... 放到這兩首就好啦 對...然後每次上去放的歌都一樣 就那兩首 P-PAP就放Jumper Rock 對不對 啊...Jumper Rock帶起來啊 OK啦 所以DJ他們來講 在國外他們是把他當中貞職業 在台灣可能... 比較年輕 就會變成老闆 或者就變成Club的經營者這樣 或者就退出這一行 也有...也有...也有... 基本就是這樣了 下場都差不多了 下場 對啊...就是不是變成老闆了 就是退出這一行 對啦... 很少說你... 因為你這個DJ做到最後的時候 你很難用那個來養家 說真的 收入不高 而且你結了婚 每天晚上在那邊... 你老婆會到家 對...而且夜店... 夜店又這麼多妹 對啊... 看的...聽的... 接觸的... 都是... 燈紅酒綠 所以通常成家以後就... 改好了 我們也是有碰過 有成家有繼續在做的 對... 有啊...還是有啦 孩子也生啦 還是繼續做 對... 那像剛剛... 聽你們講說你們每天放的歌 是你們自己決定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不會很討厭人家點歌 說我點這首歌來放 有沒有這種情形 我們... 我們基本上是比較... 不喜歡人家點歌啦 因為... 常常你們點歌的時候 他歌的情緒 跟你的歌的情緒 現在在放的情緒 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啊 你在放電音他可能要點HEPHOP 你在放HEPHOP 他可能要點NAKASH 是沒有辦法插進去的嘛 還有什麼... 我們剛剛才放過他又要點一次 對... 去考驗啊 然後他們就會用出各種方法 譬如說 他有些人會不屑你啊 覺得你很早 那有些女生會一直在旁邊 Please... 尤其是Why 我跟妳講外國人來台灣 就覺得他們可以對台灣的DJ 鼓取羽球 譬如說前一陣子那個 Beyonce的Déja Vu很紅 我們放過一次 他跑過來 尤其是那種什麼 那種金髮碧眼啊 烏克蘭每個 Excuse me Can I order a request Déja Vu... 他們英文又很爛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什麼布 Déja Vu...Beyonce... OK...然後就放一次 然後五分鐘他就... Excuse me Déja Vu... Déja Vu... 你不跳舞啊你 你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一直... 一直要聽同一首歌... 那問題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能讓... 為了他一個人 讓其他三四百個舞客 覺得我們在混嘛 一直放同一首歌 那DJ的功力好壞是... 怎麼看呢 當一個DJ 在放的音樂要有情緒 你不能說一開始 然後就... 一直這麼高 對... 大家會瘋掉 也是要有一個起承轉 對你要有一個這樣 一個起來下來 起來... 大家都是人嘛 你不能一上來... 一點兩小時 大家死光 對不對 你不能一來以後 就一直... 大家就沒力了嘛 所以還是要有情緒的起伏 所以要帶現場的氣氛就對了 對 對就是功力 對那是功力 那現在比較好 像現在會有 現場會請一個人 專門帶氣氛 像現在我跟光頭的組合 大概都是他會放歌 然後我在旁邊帶氣氛 你在旁邊... Lady and gentlemen 對對對 那大家... 而且台灣很奇怪 大家台灣很習慣 有一個人在上面帶動唱 可能是以前戴老師 大家都很習慣 台上要有一個人邀禍 大家才願意下來玩 對 然後玩點小遊戲啊 送點腳獎品啊 看一些... 看一些胸臂褲子啊 看一些胸臂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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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刷唱盤 那我們來請小鬼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嗎 喔耶 好 大家來... 刷精采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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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金采像表現以後 我用了很多的工作機會 打開 刷精采一點 打開 刷精采一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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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